2024年开局不利 马斯克面临着特斯拉和推特的双重困境 形成也变得备受关注 除了特斯拉第一季度的艰难开局 马斯克收购的推特公司也陷入困境 在马斯克裁员一半后 公司面临着数千万美元的诉讼 估值已大幅下降 而法律专家对马斯克诉讼OpenAI的 预测也不容乐观 就在众人都担忧马斯克的未来时 他意外抵达中国 这是他三年来的首次中国之行 特斯拉股价因此两日上涨 市值一夜之间大涨于250亿美元 马斯克此行目的是与特斯拉业务拓展相关 虽无公开形成 但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高速发展 使得马斯克此次访华之行变得格外重要 上海超级工厂作为特斯拉全球最大的生产中心 仅次于美国市场的中国市场需求更加迫切 期待看到马斯克如何在困境中重振旗鼓 带领特斯拉和推特走出困境 或许这次中国之行 会为他带来新的机遇和启示 感谢观看